鼠疫会不会传染给猫 其实鼠疫就是鼠疫一二三菌 那这个时候它的主要的一个传播的一个方式呢 是通过跳蚤的一个定谣 那我们听到跳蚤了 那我们就知道了 其实它还是可以传染给猫的 猫猫如果得了鼠疫之后呢 轻者它可能表现的是一些伤呼吸道的症状 伴随着发热 那么种者呢 它可能有肺炎 甚至有败血症这样的一个情况 碰到这一类的情况的时候 所以我们要长个心眼 不是所有的一个类似于感冒的症状 都是因为冷暖的变化 有的时候也会有这些稀奇古怪 或者是比较危险的因素所导致的 那么除了自己救治猫猫以外呢 我们要更知道的就是防比治更重要 所以如何去防范呢 那这个时候每个月的驱虫就特别的重要 那我们一定记得 每个月的驱虫是有效的能够驱杀体表寄生虫的 这一点对于猫猫的保护很重要 也阻断了它 因为挑蚤吸食了猫猫的一个血液 在传染给人的一个可能性 当然除此以外 环境也同样重要 不要单纯的认为 只要猫猫 我给它做驱虫就好了 但其实跳蚤这些东西 都是由环境传染给猫猫的 所以平常环境要给它打理得到 所以我要看完肃度 我的游蜂